关芝林勾引她老公 导致她流产终身不孕 60岁在嫁人 收养残疾女儿 在娱乐圈明星出轨的事情非常多 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 但是出轨的一般都是男明星 可是关芝林作为国内的一线明星 当年在香港事业发展得非常好 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女神 尤其是跟刘德华的合作 真的是太默契了 当时大家都认为两个人能成为夫妻 可是关芝林还是喜欢富豪 最终抛弃了刘德华 但是关芝林一直以来名声都不是很好 当年交往的富豪男友当中 很多都是有家的人 尤其是有一个叫做马清伟的富豪 当时两个人相爱了很长一段时间 但当时马清伟已经跟老婆陈美琪结婚了 可能说陈美琪大家不知道 但你一定看过赵雅之版本的新版娘子传奇 在剧中饰演小青的演员就是陈美琪 长得也非常漂亮 结婚之后就很少出来拍戏了 可谁都没有想到 在她怀孕的时候得知老公和关芝林的事情 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 最终陈美琪流产了 医生说她以后也不能生育了 之后她也跟关芝林撕破脸了 可还是被关芝林骂了 最终跟丈夫马清伟离婚 而马清伟也没有娶关芝林进门 多年之后 她再婚嫁给富豪齐上勇 两个人一直都没有孩子 最终商量领养了一个女儿 但这个孩子天生脊椎骨爆裂 是一个残疾 夫妻俩为了给女儿治病 花了很多钱 如今也康复了一家三口过得很幸福 人性总是一件很难衡量的事物 有的人经欲其外外续其中 他们虽然有着华丽的外表 但是却做出了不被大家原谅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熟知的女明星 关芝林插足了别人的家庭 也给陈美琪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陈美琪从小就出生在一个女孩子非常多的家庭 而且陈美琪的家庭一直以来就非常的重男轻女 所以对于陈美琪来说 注定这个女孩子的成长经历是非常不幸运的 不仅全家人讨厌陈美琪 就连陈美琪的母亲都非常讨厌这个女孩子 最后在陈美琪两岁的时候 全家人把陈美琪送到了一个尼姑庵 为了给所谓的弟弟祈福 虽然我们都说大明星的生活是很顺利的 但是也有一些大明星在童年的时候非常悲惨 就这样 小小年纪的陈美琪就被接养到了尼姑庵 如果说就是家里面情况的不好 实在是养活不起这个女孩子 送到尼姑庵也算是有理由的 事实上 陈美琪家里虽然孩子比较多 但是一点都不穷 完全有条件去抚养 但是父母却如此狠心 在这样的条件下长大 陈美琪自始至终都是非常缺爱的 也没有所谓的安全感 家里人对陈美琪的教育也不到位 在那个时候 陈美琪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梦想 那就是成为一位芭蕾舞舞蹈家 或者是成为一名演员 但是陈美琪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 父母击婚不会支持她 长大后的陈美琪也是一直处于一个自卑的状态 和父母的联系很少 和姐妹们的感情更不好 不过老天爷却给了这个女孩子过人的天赋 比如说优秀的颜值和美好的身材 而且陈美琪在表演方面也很有自己的见解 虽然没有经过专业的指导 但是却很有感情和生动想象力 所以最终陈美琪进入了TVB的表演班 虽然陈美琪的父母并不支持陈美琪走这条道路 但是作为父母他们也必须尽到旅行的义务 所以就让陈美琪一个人独自发展了 接受富豪婚姻不幸 在这陈美琪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我们都知道陈美琪最著名的作品是新白娘子传奇 陈美琪在里面饰演的是青蛇 但是在这之前陈美琪就已经出演过好多部作品了 而且也收获了不小的名气 最让陈美琪开心的并不是这些外在的东西 而是她终于能够逃离原生的家庭 有能力去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 这也就是努力带给我们的最大意义 陈美琪出道的时间非常早 这对于一位女明星来说是一件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 有的人也许混上一辈子都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陈美琪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女明星了 这个时候陈美琪的婚事也被提上日程 陈美琪身边自然是有很多追求者 但是陈美琪却没有那么多感兴趣 本来陈美琪可以找一位踏踏实实的好男生 老老实实的过日子 没想到在这个时候 一位名叫马清伟的富二代找到了他 这位富二代在当时已经声名显赫 虽然他的颜值一点都不好看 并不是演员或者是歌手 但是他在香港的娱乐圈却有着一番立足之地 有时候捧红一位女明星是很容易的事情 虽然说娱乐圈好像和这些人没关系 但其实他们才是幕后的真正大佬 掌握着一切 明星都得听他们的话 马清伟和陈美琪两个人是在一次聚会上偶然相识的 当时马清伟就对陈美琪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发誓要把这个女人给追到手 但是陈美琪对马清伟一点也不感兴趣 因为马清伟年龄很大 而且长相油腻大富贫贫 足够当他的爸爸了 但是马清伟已经交往过无数的女朋友 早已经是情场的高手 他很清楚像陈美琪这样的女孩子 最需要的是什么 基本上上到40下到18岁的女生 他都泡过 所以马清伟在这之后就展开了糖衣泡袋式的追求 陈美琪很快就沦陷了 因为陈美琪从来没有感受到爱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男人这么好的对待他 他自然很快的就被俘虏了 但是陈美琪却完全没有想到 马清伟完全是一匹披着羊皮的狼 非常花心 完全是见一个爱一个的类型 这样的男人显然是不值得依靠的 但是陈美琪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发觉 最后陈美琪和马清伟两个人很快结婚 日子倒也不错 夫唱夫随 无比平静 但很快这种平静的生活就被第三个女人给打破了 她就是大明星关之林 实话实说 关之林的颜值确实是数一数二的 是那种标准的港风美人 哪怕是放到如今 依旧没有人能够超越她 同时马清伟的艳福是真的不浅 爱上的都是那种大美人 这种女明星也都纷纷的拜倒在 马清伟的追求之下 甘愿成为她的女人 哪怕是小三 虽然关之林颜值和身材都不错 但是这个女人的做法却很卑鄙 关之林在知道马清伟有老婆的前提下 依旧去打扰她 还挖苦讽刺陈美琪 陈美琪最终受不了这样的侮辱 和马清伟离婚了 离婚后 陈美琪很快收拾好心情 重新出发 她先是去学习了一段时间 然后重新开始演戏 在三十多岁的时候 演了《青蛇》这个角色 后来遇到了自己真正的爱人 齐上勇 对方也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还带着两个孩子 他们结婚以后 陈美琪将孩子当成是自己的亲生孩子 一家人过得很幸福 而前夫也没有与关之林在一起 他们都分别结婚又离婚 如今人到晚年 最幸福的就是陈美琪 由于从小出生在一个缺爱的家庭中 所以陈美琪也特别没有安全感 没有任何一个男人能够走进她的内心 除非是特别懂她的那种男生 最终陈美琪不得已离婚 忘掉渣男 同时也收获了自己的幸福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